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暗夜里的枪口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1月6日 家住湖南省安乡县关档镇的小梅 十分着急 她发现父亲不在家里 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一般就是出门跟人家搞维修 天天都跟我都说了 那天就没有说 没有说我以为去哪里 以为去藏着金货了还是什么的 小梅的父亲盛某65岁 有两个孩子 盛某跟小女儿小梅一家住在一起 小梅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 二楼是卧室 一楼是几间商铺 小梅做服装生意 盛某在小梅的服装店旁边 开了一家修理铺 主要修理电器农具等物品 2019年1月6日早上 小梅发现父亲的修理铺大门紧闭 以前就是去哪里 做一点小事都会跟我说的 那天就没说 没说我以为早上起来 太早了没跟我说 反正我一起来就没看到人了 那种情况也有时候还是有 盛某的修理铺分为两部分 前面是店面 后面是卧室 卧室里没有什么异常 据小梅回忆 前一天晚上九点左右 她上楼休息前 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看电视 我们每天上楼都在楼下洗 是的 我儿子就喊 然后她就按了一下 然而2019年1月6日 小梅多次拨打父亲电话 其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亲戚朋友也都不知道 父亲的下落 打了她不接 不接我就知道肯定不对 说了什么事 到了六日晚上 圣母仍然没有回家 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让小梅及其家人心急如焚 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找了 就问人家嘛 是不是修什么瓜 看能有别人看到没有 2019年1月7日下午5点左右 村民李某到自家的油菜地里干农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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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警发现 生母的头部附近 有大量血迹 地上也有不少血迹 开始看的话 就是完全看不出哪里 有明显的就是伤口 只知道脸上有血 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为是什么交通事故 或者什么的 然后把尸体 什么再扔到那个油菜地里的 死者头部附近 有一顶黑色帽子 经家属辨认 帽子属于圣母所有 帽子上除了血迹外 还有三个圆形小洞 帽子上怎么会出现小洞呢 勘察人员 仔细检查死者的头部 发现了三处圆形伤口 在一处伤口里 警方提取到了一个金属残片 发现这个头部就有那个金属异物 把那个异物弄干净之后 基本上能够看去是那个前弹的一部分 根据我们的检验 使得是死于枪击所致的颅脑身伤 警方判断 圣母头部一共中了两枪 其中一枪的弹片留在头颅内 另一枪为贯穿伤 钳弹击穿头颅后飞了出去 形成两个伤口 两枪在头部 共呈现出三个圆形伤口 我们在现场 花了大量的力气 寻找这个钳弹 但是没有找到 也用到一些金属残测仪 但是也没有找到 很有可能这个子弹 打到泥巴里面去了 还有可能 没打里面去飘走了 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两处枪伤 距离为四到五厘米 警方判断 犯罪嫌疑人枪法较好 根据圣母体内提取的 铅弹的大小重量等特征 警方对导致圣母死亡的枪支 有了初步推断 作案工具就是高压气枪 5.5口径的高压气枪 根据法医勘验 死者的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 这块油菜地 距离死者家大约两公里 65岁的老人盛某 为何会被人杀害在这片油菜地里呢 不能判断这个老头是什么原因 到那个地方去 在那里又干什么 这个一直看不出来 吊声也反应不上来 现场我们看着也看不出来 死者右手握着手电筒 民警在其外套里找到一部手机 手机里由家人打来的多个未接来电 死者的口袋里还有现金一百多元 除此以外 现场没有其他痕迹物证 从现场的周围来看 什么拖拽啊 什么那个油菜 油菜壁折弹啊 什么痕迹都没有 基本上也能够确定 死第一现场 警方扩大勘察范围 在中心现场外围 寻找其他可能的痕迹物证 在距离尸体一百多米的道路上 民警找到了可疑的血迹 我们正常发现的时候 就自这个血迹进行地提取 然后也做了检验 最后得去检验是动物血 在前两天就趁民反应 有一辆汽车压死过一只机子 血迹与案件的关系被排除了 警方的侦查重点回到中心现场 宁静的山村里 为何会出现 枪击致人死亡的案件 死者为何会出现在 离家两公里的油菜地里呢 65岁老人突然失踪 第二天被村民发现在 离家两公里的菜地里死亡 警方勘察 老人头部有两处致命枪伤 三更半夜 老人为何独自一人外出 案情扑朔迷离 侦破工作困难重重 湖南省安乡县官荡镇 65岁的老人盛某 伸住两枪死亡 法案人员面对复杂的案情 希望尽早找到线索 能够迅速破案 时间是在群结之前 地点在富南富贝的交界之处 案子现场也比较复杂 这个事情又关系到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关系到我们 全新的社会障碍的稳定 所以这个县公安局 党委是相当重视的 盛某的尸体 为何会出现在 离家两公里左右的 油菜地里呢 警方调取了盛某家 附近的监控录像 观看监控录像后发现 2019年1月5日 晚上11点05分左右 盛某戴着帽子 往现场方向走去 调避了大量的 以往的视频质量 在以往的视频数据里面 就看到了 使者圣某的走路的姿势 步态以及他的身高 然后再根据当案发当晚 所呈现出来的一段监控 可以确定 这个人就是受害人 警方推断 圣某离家后不久就遇害了 案发时间应该是 2019年1月6日凌晨左右 然而三更半夜 圣某为何独自一人外出 这让罢民警困惑不已 晚上没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了 又半夜出门 他们警察查到的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他当天是没有任何通话记录的 然后也没有短信 所以我们就推测他可能是 因为他晚上11点钟出门 应该是肯定提前有约定 罢民警经过深入的调查 走访后 获得了关于圣某的一些线索 经常他就单身十几年 他经常出去找那些老太婆 发现他应该是出去找相好的 因为我们调查 大概每20天出去一次 在这个案发现的同一个方向 原来圣某丧偶多年一直单身 几年前 他与一名寡居的老年女性关系密切 两人又进一步交往的打算 但因双方家人反对 事情就搁置下来 曾经在感情上与他好过 好过之后 因为双方之间的子女比较反对 后来也没进行继续下去交往了 此后的感情生活 圣某几乎不再跟家里人提起 侍者他对他的感情生活方面 做得很保密 包括他女儿制造的一个老太婆 相处了四年多 四年多他女儿在案发前一年才知道 尽管罢案民警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当天晚上圣某究竟出去干什么 警方始终无法查证 因为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事 我们就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对象 没有魔派上一个确定对象 都只是听村里村民的风言风语 人已经死了 人家不承认也正常 圣某死亡的背后 有太多的疑团等着警方去破解 关于案件的定性 专案组上下意见不一 争论激烈 一种意见是因果关系产生的故意杀人 另外一种意见是可能是一种意外的 涉及到意外的一种伤害 意外伤害 所以当时我们对两种意见的讨论 还是比较激烈一些 所以当时对着案件的性质 两种可能也都没办法确定 也都没办法排除 所以两个性质方面的工作 同时开展 如果是因果关系导致的命案 就存在着因情 因财 因仇几种可能 专案组首先将因财杀人的可能排除 手机一百多块钱 现金 都在身上 都没有动 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 在他家里面有十万的存折 包括家里面的财物 我们都清理了 都没有动 认为投财的可能性比较小 是否存在着仇杀的可能呢 据调查 盛某瓶首益 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修理铺 因性格较为固执 曾与一些顾客发生过冲突 当地的有两个村民 曾经与死者发生过矛盾 是因为这生意上的往来 发生了一些矛盾 然而 调查之后 警方发现 这些冲突 均发生在一两年以前 而且并不激烈 不足以导致行凶杀人 就是矛盾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没有达到说 一定要致力于死地的那种程度 就远远达不到 那么多年 才会发生了一天 看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排查矛盾关系一无所获 调整思路后 案件侦破取得重大进展 枪击案件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暗夜里的枪口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全面排查 民警在盛某身上没有发现突出的矛盾关系 警方认为老人极可能是被人误伤造成死亡 附近有一些竹林和一些小的树林 然后里面有一些野兔或者是鸟或者是黄鼠狼之类的 所以去那边打猎的人其实也还是挺多的 我们认为就是打鸟的打猎的 误伤可能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 放在这个误伤 中心现场是乡村地区 没有监控录像 但案发所在的湖南省安乡县官荡镇 是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 由省道经过现场附近 沿途有监控录像 警方决定通过监控对重点时间段 到过现场附近的车辆进行全面排查 像这么冷的天气 你个人打猎可能就很小 可能在截火有交通工具可能性大 所以把这个进入这个案发时间段 11点到凌晨3点 进入这个重点区域的对所有车辆 服役进行排查 省道上的车流量较大 重点时间段通过现场附近的车辆 超过100辆 警方要对每一辆车进行追踪 排查难度很大 服役核实车辆 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 做什么事的 有点过进车辆 运行送货的过进车辆 很快排除了 但是有些就在住在安乡和石手 脚接的地方进去比较多的 排查起来能力大一点 经过仔细研判 警方排除了大部分车辆的嫌疑 最后还剩下十多辆车 无法排除嫌疑 警方只能逐一核实调查 明案侦查 一千条线 一万条线 每一条线都要安排人查 如果是你查了9999条 一条不查 可能案子破不了 它就这样 是每一条都要查 与此同时 警方双管齐下 派遣工作组从枪支入手 在现场周边的湖南湖北各乡镇 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 广泛排查射枪人员 他必须有枪才能做这个案 没有枪不能做这个案 还把枪联系上来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法案民警在湖北省 石首市团山寺镇有了收获 一名姓正的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调查范围 郑某31岁 湖北省石首市团山寺镇人 他家离案发现场仅五六公里 当时就摸到一个姓正的人 有这个枪 有这个高压器枪 有打鸟的 有打链的 有打鸟的习惯 更让民警兴奋的是 郑某有一辆恶地开头的面包车 这辆车先前已经进入警方视频调查的范围 监控显示 2019年1月5日晚上9点58分左右 也就是被害人盛某遇害前不久 这辆面包车从湖北省石首市团山寺镇 开往现场方向 从卡口抓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 面包车上坐着两名男子 开车男子的体貌特征与郑某高度吻合 但是副驾驶席上的男子面部被遮挡 这名同伙的身份无法确定 我那个轮廓比较模糊 从边时度来讲 边人的话有一定的难度 此外民警还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 2019年1月6日下午1点05分左右 郑某再次驾驶这辆面包车来到现场附近 郑某第二次到现场附近做什么呢 郑某的疑点上升 2019年1月26日 警方在湖北省石首市团山寺镇 将郑某控制 在其家里 警方收缴高压气枪一支 制作枪弹的模具一套 郑某对当天射杀被害人盛某的事实 供认不讳 并供述了另外三名同伙 根据郑某的供述 警方又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 田某 燕某 邱某抓获 就是通过我们的调查 以及嫌疑人自己的公诉 这四名嫌疑人 都不认识受害者盛某 那么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65岁的老人盛某遇害呢 六十五岁老人深夜外出 第二天被村民发现在离家两公里的菜地 中枪身亡 真密调查后 警方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一次偶然的相遇 为何演变成命案 暗夜里的枪口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到案后 四名犯罪嫌疑人 完整地供述了案发经过 2019年1月5日晚 家住湖北省十首市团山寺镇的郑某 和另外三名同乡 燕某 邱某 田某 一起相约 外出打猎 这四个事案人中 郑某和田某 两个是有那种打鸟 打猎物 打野鸡 打兔子的爱好 当天夜里 郑某带着枪 负责开车和射击 燕某坐在副驾驶席 负责捡猎物 邱某是第一次参加打猎活动 他坐在郑某后面 在田某指导下 是用热像仪向外观察 寻找猎物 前一人邱某和田某 就坐在后座 当时由于田某喝酒喝多了 就没有拿着热像仪 寻找猎物 主要是邱某坐在后座 去拿着热像仪 寻找猎物 如果地里有猎物的话 热像仪的屏幕上 会呈现出亮斑 然后邱某将热像仪的 红外线打开 指向猎物方向 郑某根据邱某提供的方位 向猎物射击 当邱某寻找猎物的时候 邱某就会跟郑某说 停下来这里有目标 有热点 他们一路从湖北打猎 来到了湖南境内 大约两个小时后 四人打到了两只兔子 和一只野鸡 晚上十二点多 他们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 邱某从热像仪力观察到 路边的地里 有一块不大的亮斑 他判断可能是兔子等猎物 前一人邱某就拿着热像仪 寻找到一个热点 并对车上的人员说 不动不动 那里有个热点 于是郑某拿出高压气枪 根据热像仪提供的方位瞄准 开了两箱 随后 副驾驶席上的邱某 下车去捡猎物 邱某下车 下到田里 发现四个人 邱某就转身跑上车 上车之后 就跟二号没错 就跟车上的郑某车 快走快走 这样当时郑某也就没多问 就直接将车开走了 当时车上的另外三个人 都比较好奇 郑某 邱某 田某 都惊讶地问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邱某后来就跟他们说 打到人了 听说打伤的人 对于是否回去查看伤者 如何处置伤者 四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郑某和邱某 以及田某 他们都想 开车缓回现场 就对这个老人进行救治 或是送去医院 反而这个燕某 当时就说了 如果这个人是个正常人 他就不会躺在这里 如果不是一个正常人 他应该也不会有其他家属 来寻找这个人 就这样 四人经过一番争论 最终决定 驾车逃离现场 第二天 犯罪嫌疑人郑某不放心 又驾车返回现场附近查看 但他没有下车 只在车上观察 当时 圣某的尸体 还没被附近村民发现 他以为 只是虚惊异常 直到被警方抓获的那一刻 郑某等人才如梦初醒 如果当时 能及时报警和拨打120急救电话 将伤者送医 后果可能不会如此严重 三个人之后 应该是及时报警 或者喊120 复救 这是真正的处理 にな犯了 对 人那对 不才能 很多人 都暗 这 被等到 他 没 我 他 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案情大白 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公正审判 他们四个人条件都比较差 都比较老实本分在农村里干农活的 但是就是因为爱好这个枪爱好打猎 碰到这个枪子之后 造成发生这么大案件 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一个活人 像我儿子都接受不了 每天跟他一起玩什么的 说没了就没了 关于枪支的来源 郑某交代是他在湖北省石首市某男子处购买的 目前该线索已经移交给湖北警方进行调查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人 有些侥幸心理 非法持有枪子 可能他的非法持有枪子的目的不是去违法犯罪 但是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没有经过正确的培训 没有掌握枪子的正确使用方法 可能会导致一些危害社会的 甚至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枪子在我们国家是常年严厉打击的 智宝机枪我们省里面每年都开展捐箱行动 所以这个枪子是不能碰的 枪子弹药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禁止任何个人非法持有私藏枪子弹药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 遵纪守法远离枪子弹药 枪子这非法枪子的存在 是社会治安的一大乱源 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地加大 自保机枪的力度 加法对涉及到枪子为法分制的打击力度 确保社会的治安大局的平稳 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能够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 不要去碰触法律的底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张世刚 南 1972年9月11日出生 户籍地 山西省焚阳市 杨成乡 董家庄村北门街102号 身份证号码 142-321-1972-0911-3114 该男子为重大文物犯罪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有关线索 发现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适合